翻譯的經典流暢 我們送起來順 這個都是他在梁州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後梁 在秋枝國的時候 西伊奈在學習的 羅史這個時代 我們說之前 道安的時代就是波羅基 波羅基 羅史也是在 南北朝 就是在東晶五十六國的時代 那道安在 他同時代但是在不同的地方 羅史到中國的時候 道安已經 往生 那到了南北朝 我們大概知道就是之前 魏晶南北朝是在佛教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個朝代 羅史那個時代 那對我們就是 羅史的翻譯經典對我們影響很多 那他那個時代是在 大概東晶那個時代 不過他跟道安 比起講明 但是一個在中國 道安那個時候在襄陽 那羅史在秋枝國 那這個 我們說道安遣福堅 福堅叫做遣遣 那遣遣 叫做後遣 一個叫前遣 一個叫後遣 但是我們用 我們用這個名字來講 就叫做福遣跟福堅 福堅我們把它叫做前遣 這兩個有福堅跟遣遣 那福堅是 很重視道安的 然後他聽道安說 這個秋枝國有一個聖人 就是非常厲害的 希望把他騎過來 所以他只看不光去秋枝國前 魔魔羅史過來 然後你知道他又去攻打喜劍 結果回水之戰就 白 improvis百萬大軍打不過人家幾萬autre 那麼後來 遣遣又再去 把打敗這個旅 understands明光的兒子鯉 又把魔魔羅史前過來 那福堅當時攻襄陽的時候 也是 uses 重伴十萬大軍 攻襄雅 他曾經跟他部署說 我十萬大軍只得到一個半人 一個就是道安 半個就是洗澡子 洗澡子是當時的名次 那羅史後來 羅史翻譯了海長多的經典 他翻譯的經典 七十四部 384件 但是留下來的只有五十五部 有二十二部不見 就不知道在哪裡 89不見 有三百零二九 玄奘大師帶很多經典過來 翻譯的也只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沒有翻 現在也不見了 那這方面我不知道到哪裡去 那 所以 因為這些羅史翻譯的很多經典 就還有其他的主管混沌 造成 特別是羅史 就造成大家學習 我們說羅史還沒過來之前 已經有一種學習的方式 就是大家研究經典 那個時候只有讀經沒有誦經的 那個時候只有讀經 研究經典也沒有誦經的 那現在就是 就是講經 讀經 研究經典 經論 不過現在就比較大部分都是誦經 很少在讀經的 或是研究經典 就是翻過來 反過來 那 那個時候很流行 就是波羅經的時代羅史還沒來 但是羅史來了之後 波羅經流行之後 那麼就是進入所謂的南北朝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羅史已經過來 翻譯了很多經典 造成南北朝國教非常新盛 非常新盛 那南北朝國教有兩個很重要的人 都是皇帝 一個是非常蠢豐 歷來的皇帝非常多 多數這個時代的皇帝大部分都學懂 雖然有三五一宗 但是都影響不是很大 那就是 從這個之後基本上多數的皇帝 都是父子佛教的多 但是父子佛教裡面 皇帝父子佛教歷史上 那梁武帝講第二名沒有人敢講第一名 而且梁武帝他自己出家幾次 就捨身給十六 然後再教大臣把他數回來 那梁武帝自己是很用功的 他自己是很用功的 然後 這個 他又鼓勵大家受菩薩劍 鼓勵受菩薩劍 鼓勵吃素 蘇押蘇五 這個經典是梁武帝時代就有了 那梁武帝對我們的影響非常深 那後來我們拜了梁武帝寶燦 那個其實不是梁武帝的 我們的梁武帝寶燦是經過編輯 那跟梁武帝的關係不大 其實 那我們是前面給他加一個 什麼他的皇后 然後墮露蛇身 然後直接交出一些故事 但是其實 梁武帝寶燦跟梁武帝的關係不大 但是就是說梁武帝有請人家 梁武帝寶燦圀 當梁武帝寶燦居 引起搜集裡面 怎麼燦尾 怎麼燦尾 後來這個變成六道慈燦 六道慈燦後來變成梁武帝寶燦 其實是這樣 那 這個是梁武帝 另外一個就是 這是北朝的北衛太吾丁 衛朝,北朝有三種,北衛、北勤、北州 那麼北朝基本上都比較 像北州吾丁也是面佛 三五一宗嘛 特別是北衛太吾丁 北衛太吾丁的面佛是很徹底的 在北衛的那個地方 只要說出家裡 你不還手,基本上都會被猝死 沒有逃掉的 那在家裡如果敢產祕出家裡 全家裡要猝死 所有的佛像全部都 所有的世面全部都回歪 所以北衛太吾丁的面佛是很徹底的 但是基本上還好 都不到一年來多少年就沒有了 那他造成的影響就是國教意識 國教御所 北衛太吾丁的面佛沒多久之後就死掉了 那麼後來他的孫子 文臣帝紀威 就為了替他的爺爺贖罪 然後用他之前的皇帝祈福 那個時候的人的祈福、贖罪 基本上都是照佛像寫經典 基本上不是像我們現在 排位啊、給登啊 他那個時候是沒有這個人 他那個時候就是新造佛像 新造試驗、超血清典 那所以文臣帝就造了 在雲剛造了五窟 雲剛五窟 浮原佛學院那個佛像 基本上就是雲剛五窟裡面那個主要的 那就是 因為雲剛十窟的興建 就帶動這個風氣 後來不是有洛陽十窟 五窟天造了一個魯蛇納法 現在還流程 那個其實就是受雲剛十窟 然後後來敦王 敦王很早就有了 但是敦王那個時候沒那麼興 所以後來敦王又開始割 造成很多地方的十窟 就佛教藝術開始發展 其實就是從北威太平地滅佛之後 雲剛造這個武庫 使佛像要滅佛祈福 總共有五個 就是過去的皇帝人 那麼對佛教就影響很大 藝術的影響 是從佛教藝術的情緣 其實是從雲剛十窟開始 當然敦王十窟更早就有 但是那個時候還沒影響 所以雲剛十窟之後 就有大陀的龍門十窟 就開始很多很多的十窟 那佛教藝術就開始 其實是因為北威太平地滅佛之後 那文成帝為了鎖罪 那復興佛教然後開始造十窟 那遼武帝 遼武帝是非常從佛第一名的 北威太平地滅佛第一名的 這個時代就是這樣 那南北法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代 那學習國法進入學叛 就是大家因各居不同的經論來學習 然後師之相承 這個叫學叛 學習俱始論的叫做俱始學叛 學習誠始論的叫做誠始學叛 學習人前這個叫做人前學叛 學習阿提坦的叫做劈坦學叛 就非常非常多的學叛 學叛跟中派不一樣 那麼他就是依據這本經 比如說如果我們 我們學習大制度論就 叫做智論學叛 就是老師交給學生 學生就教 就這樣 依據這本經 而這本論 那求人一個師之相承 中派不是 中派就是可能是一筆一筆精神 然後一個宗旨 那學派之後 學派之後 就進入水叛 就進入中派 就有時候我們說 中派裡面最早就在水朝 水朝的水文定 也是非常負持佛教的 因為他以前是比丘尼跟他養蛋 那個比丘尼跟他講你以後會做皇帝 你以後會要負持佛教 他真的做皇帝 所以他都非常負持佛教 那負持佛教他是第一個在國家 蓋國立佛教大學 水文定蓋國立的佛教大學 佛教大學裡面 就會有很多科學 那個時候流行的就是 南北朝之後開始流行 雖然南北朝之前有波爾街 但是南北朝之後是流行 我們說正常回信 涅槃街道 南北朝是流行涅槃街道 涅槃學派當時是一個很熱門的 那尤其是道森 森公說法完十點頭 一切眾森皆有佛性 一切眾森皆能成果這種觀念 那當時是非常流行的 那所以 中國大概從這個時候就是進入 一切眾森皆有佛性 我們就進入這場佛性這個時代 好 那之前波爾街還不完全是這麼講的 那羅石對中國國教的影響很深 那我們送了很多金 華華金啊 金剛金啊 其實很多金都是依羅石的 好 那剛才我們講到這個波爾裡面 可能是一般語言講錯 就是西元前50年 西元50年 西元50年 西元150年跟200年 那大概是 他的流行是這樣 那水坦就進入三個小時 然後進入中派 那進入中派之後 後面 就是我們說的送點名曲 這個是國教到這裡是頂點 到這裡是頂點 之後就開始摔班 佛教從南北朝開始興起 這個到達頂峰 水塘到達頂點 那從頂點六下降 應該是這樣 比如說從這裡 從這個秦朝 應該是漢朝 正式傳進來從漢朝 從漢朝這樣 到南北朝 到水塘 就這樣 慢慢起來 到水塘之後 開始 就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 之後是什麼 明火 明火又開始清醒了 宋元明清之後 佛教就開始 就開始 開始 開始 往下掉 到了明火這裡 不開始 我們就開始要往上了 但是還沒有 就差不多這樣 宋朝的時候 就是水塘 宋朝的時候有點讚嗎 宋朝大概八宗只剩下禅宗跟紀徒宗 禅宗跟紀徒宗 天台也勢力 其他的這些小學派 基本上 勢力都落了 禅宗跟紀徒宗還很形式 到元朝 元朝是喇叭教的 那麼民間 民間基本上還是禅宗和紀徒宗 但是基本上禅宗也慢慢沒落 只剩下紀徒宗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個宗派 最後都是 最後都是往生敬禅的 不管你是修維式的 修律宗的 修天台的 修禅宗的 最後都念我 就算你修禅宗的 我們的禅門論誦 禅門論誦就是後來禅宗的早晚課 禅門論誦 晚課送阿彌陀經 你看這以前沒有 這以前沒有 後來就是到了禅門論誦 禅門論誦禅宗 禅宗 禅宗 禅宗早期念我 要素佛三天有 後來 後來變成 如果有人死了也是念我 然後晚課送阿彌陀經 你看他已經改變了 到宋元明清 清末這個佛教都 不已經是 到宋朝開始就進入金燦的時代 就已經進入金燦的時代 就宋金阿甚至是 就是拜燦的多了 那元朝就是他拜燦的多 不過宋朝有一個貢獻 宋朝就是有大當兼 那這個貢獻是很大的 他研究歷史 那到元朝 我們往生做超度佛事 是從元朝開始的 我們出家人往生做佛事 是從元朝開始的 元朝以前 往生沒有做超度佛事的 沒有的 元朝是放前面 尤其在元朝 元朝朱元璋是做皇帝人 開革皇帝人 朱元璋以前是小沙咪 然後他對佛教敬得很厲害 而且出家人分三 你是送金的 你是獎金的 你是禪修的 就是禪修的 那麼一出家就要先 你要進入哪一派 一五目一樣 只有做佛事的 送金的可以跟民眾接觸 其他的不行 要在寺院裡面 那獎金是明定價碼的 比如說拜一部兩碗寶箭 要多少人 要多少錢 那麼那個主法的 有三個主要的 有多少錢 其他的有多少錢 都訂好了 就訂好價格 竟然是從明朝就開始這樣 清朝就更不用講 就基本上都是 都是送金拜燦很多 拜不燦 越來越多 到這裡已經是 佛教已經是到古典 到民國之後 開始有 大家 從這個民國 從這個 這個 監禮課經就開始 用文就和學 開始一開始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對佛法 都 明清時代 大家對佛法 都沒有什麼理解 那靠四大師 四大師 廉恥大師 偶義大師 憨山大師 子佛大師 明末是大師 清末也是大師 明末清末都靠著四大師 但是也稱不起來 清末是大師 就是清末明初 我們叫做明末清初 明朝末年 明朝整個是沒有的 明末清初 到清朝 這個階段有為四大師 那清末明初 就清朝末年 到明末初年 也有四大師 稍微靠著四大師 稍微撐住佛教 明末清初四大師 基本上還是都是念佛很多 蓮子大師 偶義大師 憨山大師 憨山大師 比較沒有說特別 進度的 偶義大師 跟蓮子大師 都是一個進度 那還有一個子國大師 子國大師 子國大師 我們可能比較不知道 但是他是所謂的 明末清初四大師 我們子國大師 個性比較剛略 那清末明初也是四大師 映光大師 虛明老和尚 明末大師 虛明老和尚 虛明老和尚 紅陰大師 綠 還有什麼 太虛大師 那太虛大師 然後在明末那個時代 只要還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 有居士 就是明末這個時代 很多居士都在提倡佛學 黃養佛法 特別是監禮科興處 那之後 之後就開始 從玉聖導師開始 就是太虛大師 之前就辦很多佛學院 太虛大師就開始辦 注重教育 因為他認為佛法的救生法 就是在教育 因為開始 那個時候佛教是很明信的 認為你信我就是明信 那基督教的心情 又要過佛教 那開始我們會有佛教會 我們會有佛教會 基本上是從太虛大師 那個時代開始不斷提倡 因為那個時候政府 很多信基督教的不壞佛教 然後 寺廟進行的一條例就是 要把寺廟徵收為 把寺廟變成學長 然後把寺廟的財長 變成辦教育的機會 那麼很多佛教起來反抗 那麼太虛大師 最早是八子墮頭 八子墮頭領導 領導民國的佛教 然後但是 因為被那個基督教的部長 當場打八掌 憂憤而死 然後大家就請太虛大師出來 來主持佛教 其實從這裡開始 那麼太虛大師認為 佛法的希望在教育 大家對佛法都不認識 都只知道送簽、拜唱 都不知道哪有個佛法 在講些什麼 所以這個不是佛教的危機 開始辦佛學院 那憂憤老師也就是因為這樣 那一個也是經濟課經處的 這樣的一個開始 然後太虛大師各地辦佛學院 這個是我們現在稍微講一下 講一下這個 從 佛法開始 到唐朝 然後慢慢慢慢 都送給民進 現在我們這個時代 開始 講天的又多了 然後就開始 學習佛法的開始又多了 然後就慢慢 理解佛教 然後學習佛法 好 那現在 就是我們大概 講大師論之前的前面 大概就是病死 大概就介紹了 然後接下來正式 我們就來講這個大師部論 那之前也有一個所謂的威禁記 就是說在講論 印度人的習慣 在講這個論之前 論 我們說論是解釋監的 那是後代的佛弟子 詔論 就是詔作這個論 寫這個論 他都是用記的形式 通常 通常寫論 都是先寫記 但是這個 有時候不是 有時候就是直接解釋 叫做長寒 長寒跟禁壽 這個是兩種最主要的品材 我們說三藏十五 就是十二種 經問裡面的十二種不同的方式 那麼主要的就是長寒跟寄送 這兩種 那 有些是先寫記送 然後再用寄送解釋 就長寒 照問 通常前面會放個歸禁方寒解 那為什麼這樣呢 那麼在孫政理論有講 但我們先說 多數有 但不是每個都有 但有一些經前面也有 那像藏傳的就比較會有 那大聖的經多數前面沒有 但是有些也有 翻文本的 比如說翻文本的無藥塑 前面也有隔進三寶劑 翻的時候沒有翻 就翻過來 那 這個是大聖論裡面 他通常會先歸禁三寶 然後寫 為什麼要寫這部論 那這個是大聖論裡面的歸禁國寶 等一下還有時候 其他三寶 別再會再寫 我們先講歸禁三寶 進這個概念 那 他是這麼說 順正理論 順正理論 順正理論是重寫的 他原來不叫順正理論 他原來叫做 句子暴露 就專門在批評句子論的 他原來叫做順 然後 因為四千菩薩 四千菩薩 做的最後一部小聖論 就是句子暴露 之後就做大聖論 轉成大聖論 然後他是在 受以見有部學習的 那麼 總結了 總結了這個 總結了這個 他學習的佛法 因為 有部他基本上 一聲六聲非常複雜 那 四千菩薩學習了之後 從這一些 學習裡面寫了一本 拒責論 拒責論 其實是當時的佛法概念 他就講 他其實 他也簡單 拿到惡藥 那麼就是 講這個修學的這個整個的 幹藥 幹藥 從有肉的原因果 到無肉的原因果 我有講原始嗎 有肉 那有肉就是生死人為了 因也是什麼 因為夜 因為煩惱 有什麼夜 有什麼煩惱 因為這些煩惱 這些煩惱 有什麼煩惱 解脫有四雙八倍 那各面怎麼煩惱有怎麼定位的力量 就講這裡 其實非常 其實你要是看那個大乙婆少人或看那個一生六竹 你會覺得太複雜了 那麼 事先可以把這些這麼複雜的東西 濃縮 歸納 整理 成一個聚首位佛法鋼妙 這個很厲害 一般做不到 他可以把那麼多複雜的東西 整理起來簡單 刺激很清楚的聚首論 然後是很厲害的 所以他叫做聰明論 但是他的聚首論雖然是 以有部的理論來說 但是他不以有部 他很多都是因勁部 然後甚至是因其他的 所以他是中文 那是這個仲賢本來是有部的 他認為他本來 剛照聚首論出來的時候 大家覺得 哇都很厲害很厲害都讀聚首論 後來發現他講的跟我們講的不一樣 所以這個開始就針對他講的不一樣的地方 批凌他 那麼那個時候出了一個就是 主要是中賢 他就是專門在批凌聚首論 所以叫做聚首暴論 就是主持指出聚首論哪裡哪裡不對不對的地方 所以叫聚首暴論 叫中賢 那他要找這個士卿辯論 那士卿 士卿不要 那他 他也沒有反對他 他就把他的 他就把他的聚首暴論改名 改作順正理論 其實是這樣 後來我們就叫順正理論 好 那這個順正理論 聚首暴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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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暴論 所以基本上他講的 比較有提到這個問題 其他的有提到 諸暴論 諸暴論 一般要照這個論的論主 不照這個論 必有忠誠 忠誠就是傳承 所忠所傳承 與所尊若免先歸神 像聚首論也有 聚首論也有歸近三寶記 這個皇生論裡面 但是歸近三寶記不一定都有 就是他有歸近近 我們叫做歸近近 比如說這個是歸近佛門 後面還有法跟神 我們就來講 那我們先講歸近三寶記 有些也沒有 但多數是有 那像四千菩薩後來照往生論 他就只有歸近近裡面 只有歸近佛寶 我們幾個例子 就四千的往生論 四千寫往生論 我們看他的歸近三寶記 他只有歸近佛寶記 我們就先來看他說 四尊我一心 歸命盡失敗 歸命盡失敗 他只有歸近佛寶沒有法寶跟生寶 歸近近有時候後面還會寫為什麼要照這個祭 就是照祭的這樣 還會寫為什麼照這個祭 照這個祭的裡面 所以他後面有一個所謂的 他說我一修多了 他的比較簡單 大致論的就一般比較正常的 就歸近三寶記 我們這時候從其他的地方來比較 我一修多了 就是敬禮三節 我一修多了 真實公佛教 說願祭總辭 與佛教相用 與佛所教的相用 這個是在說 照祭的本命 照用的定義 以佛 教 佛所教的相用 契合於佛所教的 我們教的 所以通常除了歸近三寶 等一下還有佛寶 這稱寶 你知道嗎就來講 先講這個佛寶就好 然後 這個是 他只有佛寶 只有佛寶 沒有法寶這稱寶 然後後面有講 數 數 讀 數 照論之一 所以有時候有四個 那麼 有時候就兩個 就簡單 歸近三寶裡面 以歸近活寶都代表 然後後面就寫照的意義 為什麼要寫這部論 那有些有講四個 規禁三法之後還寫為什麼要照這個論 大概論有這些差別 那我們也可以用一陣導師的 一陣導師的成果之道 他也是記獸 他也是比較我們說的 類似像中經論類似像這樣 成果之道裡面 第一章就是規禁三法 他的記就比較多 但是我們如果把規禁三法 就是一陣導師的規禁三法記 就是取他的主要道理來說 我們可以參考 就是一陣導師的規禁三法記 成果之道裡面的規禁三法記 前編上就是 你在照這一本 寫這一本書 照這一本論之前 那麼先想規禁三法 類似像這樣 注意照論必有忠誠 那一陣導師的規禁三法記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他說 好 就一陣導師的成果之道 他寫很多啦 但是我們只舉出重要 規禁三法的這一部分來說就好 那佛寶 就是他寫了 正法有為生 敬畏有為命 知悦朗舊風 以佛兩存追 那大家應該比較爽 正法有為生 敬畏有為命 這個也是所謂的規禁三法記 我們叫做法身會命 通常之下 正法有為生 敬畏有為命 知悦朗舊風 以佛兩存追 明顯的是規禁佛寶劑 知悦朗舊風 以佛兩存追 我們可以跟這個法身會命的這個規禁佛寶劑就比較 法寶劑、生寶劑還有 等一下我們再講 那第二個 這個是佛寶 這個是佛寶 還有法寶 秋景空聚落血部基因 這個如果沒有看書的 你不知道要講什麼 這個比喻 就講無惡的 秋景空聚落血部基因 這是用阿劍的比喻來講 血部基因 有法寶劍 離法寶儀諸 兩屆尊 離法寶儀諸 眾眾尊 我就講成這個 這個是法 這個是佛寶 歸 歸近佛寶 这个是宝宝 然后是宝宝 然后他说 这个依法以色生 和乐祭为的 色生 和乐祭为的 依法以色生 和乐祭为的 和乐 和乐 安乐 清静 那 适合 获利而 礼身 重重罪 我觉得这个贵心上寶经也写得很好 不过他写得很多啊 我们只是取他 取他主要 适合 获利而 礼身 重重罪 生之 生起 有时候讲 生起 有时候讲 生 就是出交生 以修生 就是重重罪 我们只是在讲到贵心山寶器顺便 把一群老师的贵心山寶器拿出来 给大家做比较 还有我们可以加进到产业 就是互相比较 这个是大致会认得 龙宿的 龙宿的贵心山寶器 这是医学老师的 龙宿的贵心山寶器 这个只是我们追求 龙宝而已 你们没有课文 那里面有三寶 那 另外 我们可以再参考 阿胜企业内的 龙宿三寶器 比较简单 没那么多 但是 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致会议是真意翻译的 大致会议应该不是马云造的 或是谁造 我不知道 但是 他是真意翻译的大致会议议 大致会议议的 龙宿三寶器 大致会议的龙宿三寶器很简单 这个大致会议的龙宿三寶器就比较多 大致会议议议的 就是真意翻译的 他是写马云造的 实际上不是马云造的 马云是龙宿之情的 马云是一个文学家 龙宿之情最有名的文学家 这一定翻译 我们来看大三寶器的龙宿三寶器 就是我们比较 就会比较清楚 写闭 歸宿并 尽处 这个跟我说也一样 我认å也是�是 歸宿淨四寶 是ista方诸謊 最胜利的变迟 就是在讲 就是在移战 变迟 essa其实是正变之 断絕一切 色無愛自在 色無愛自在 救世大悲者 這個是佛寶 那法寶跟生寶 就也一樣 但是就是沒有 他基本上極比你身體下 極比你身體下 極比你身體下 法性真有愛 法性真有愛 這個就佛寶 就一個祭恩 所以這個是佛寶 那生寶也是一個祭恩 然後後面有造物的意思 所以我們說有時候他 有 歸進佛寶 法寶 生寶 然後照論的本意 有四個 那有的有三個 有的只有兩個 就歸進佛寶 然後照論的本意 就有這些差別 剛剛歸進三寶記 就有這些差別 這個是法寶 然後生寶是 他所謂 無量功德賬 無實修持的 這個是法法 無量功德賬 就依法修行的 無量功德賬 就是依法修行的 那麼 無實修行的 就這些 四雙包配的這些 無實修行的 這些人 這個是神寶 這個是法寶 這個是神寶 讚嘆 魏進彰 佛寶 後面還有一個記 講這個 講這個為什麼要寫這部論 跟那個往生論一樣 他就寫魏進佛寶 然後為什麼寫這部論 所以我說 魏進彰寶記有四個層次 魏進佛 魏進法 魏進生 以及我為什麼要造成論 那有時候只有歸進佛 像往生論 歸進佛 那我為什麼造這部論 有時候只有歸進三宝 就歸進佛 歸進法 歸進聖 有時候也沒有寫 那多數都有寫 心意對你的習慣 多數都有寫 那後面還有一個 為什麼要造這個論 是 唯欲令眾生 他說我為什麼要造這個論 宿兆論的本意 這就是 因為老師有什麼事 唯欲令眾生 唯欲令眾生 除以捨邪子 起大勝任性 佛爪不斷地 他就分成四個階段 這個就是講造用的意義 我為什麼要寫這部 前面就是傳統的歸進三寶禁 那有一些歸進三寶禁 所以佛寶 法寶 身寶都一樣多 那多數都是佛寶 比較佛寶 佛寶 像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大神奇蹟論的歸進三寶禁 那往生論的就只有佛寶 以及為什麼要造這個論 像大智慧論的基本上也是 歸進三寶禁 然後還有 趙論的意義 他後面也有 我為什麼要寫這部論 像大智慧論也是這樣 跟大智慧論一樣 就是歸進佛寶 歸進法寶 歸進神寶 那 但是大智慧論的 大智慧論的這個 大智慧論的這個歸進神寶 其實講的比較多 那佛寶 法寶 都沒有那麼多 那神寶講的比較多 所以他側重的就不太一樣 因為他的神寶還要講到菩薩神 所以如果以大智慧論來講 佛寶 法寶 都是一個祭而已 但是神寶有 神寶有三個祭 神寶有三個祭 然後後面再用一個祭 來講 為什麼要造這一部論 這個是我們在講歸進三寶禁的時候 讓大家知道 這個我們就插掉 這個是大智慧論的 這個是 這也是成果之道 那我們現在要來 要來把這個 魏進三寶禁 裡面的所謂的佛寶禁 法寶禁 因為你們沒有書 我們就要寫在黑板上 這個是佛寶禁 我們等一下再來 我們就來看 法寶禁也有 還是順便寫上去 不用了 先講這個佛寶禁 等於是我們要講 法寶禁 就這裡寫法寶禁 然後神寶 那這裡的佛寶禁 他說 智度大道火重來 先講這個 智度大道火重來 這個智度大道 我們就大智度論 智度我們講過 這個波羅波羅密 他是大聖的 菩薩道 然後大聖的菩薩道 所謂的智度大道 波羅波羅密是講大聖 菩薩道學 那麼 通常 通常在大聖裡面 他比如說我們剛才講 大聖起先人 他就分所謂的大乘跟小乘 乘是車的意思 就是他以利益眾生 然後帶更多的人解脫 那麼 我們說這個智度就是波羅波羅密 因為他是解釋波羅波羅密 解釋波羅波羅密 所以他告訴你 這本波羅波羅密 這樣的觀念 這樣的修行方法 那麼基本上是 是從哪裡來 從佛而來 就是這樣的修行 我們說波羅波羅密 是 之前有講 我們現在講的是 這個波羅波羅密 波羅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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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這是從哪裡來 從佛所正的 佛所說的 跟佛所行的 它的來源就是 佛所正的 佛所說的 主要是佛所正跟佛所行 當然也包括佛所說 佛所說的 佛所說的 就是說他所正的 佛所行的 那我們說佛說的裡面 這個經裡面 基本上 這個是所謂的道理 這個是所謂的道理 那麼正的這個真理 真理是什麼 他說一定會說兩部分 第一個 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什麼 應該這樣 寫實上沒關係 真理是什麼 什麼是真理 緣起如我是真理 那什麼 什麼是真理 那當時很多人 不一定 講的真理不一定 就是各個學派 各個中派 或是當時的所謂六四萬道 九十萬道 各個認為真理是什麼 講的是不一樣的 那佛法當時 這樣 所謂的真理 我們簡單講就是 起乎 或是從三法律說 或是從聖地說 或是從中道說 都可以 你絕對起乎 那麼 怎麼正的真理 如何我們才能夠正的真理 佛地長老婆 你說說無我 那我要怎麼樣才能夠 真正見到無我 類似像這樣 你要怎麼樣 我要怎麼修才能見到無我 你說無我才能解脫 無我才能實相 那我又怎麼做才能見到 類似像這樣 如何正的真理 真理是什麼 那如何正的 基本上 主要是這些的部分 那佛說的不外遇就是佛所正 我可以叫做從中出教 從他正的 就是他無人的 他告訴你 那麼 戒教務衆 這個我們叫做 一所正的 來說出來 這個叫做從中出教 真理是從他正的 說出來 從中出教 佛從他正在講這個東西 從中出教 那現在這個教是指波羅波羅密經 現在我們說的這個大道 這個教 等下再講道這個概念 這個教是指波羅波羅密經 而且是我們說的大平波羅經 大平波羅密經 因為波羅經其實還有很多層次 還有很多種說話 我們說原始佛羅下平 中平上平 講的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說的現在 明確的定義就是指這個 三十九的這個 文化波羅波羅密經 中平佛羅 這個是中平佛羅 這個叫做從中出教 因為正的什麼 我們用原語把它說出來 從中出教 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佛弟子 一怎麼樣正的 借教務衆 這個叫借教務衆 借由這個教 然後務的這個真理 這個叫借教務衆 從中出教 借教務衆 教就是教說 就是佛所說的 借教務衆 這個如果從波羅來講 它就是實相波 這個如果來講 關照波羅 關照波羅 那關照波羅 是從佛所說的出來 這個叫做文字波羅 就三種波羅 文字波羅 關照波羅 關照波羅 十相波羅 一文字波羅 幾關照 一關照 這十相 就這樣 基本上佛所的經裡面 偷偷在講這個真理是什麼 怎麼真的這個真理 或是我們從眾生的這個層面來講 我們為什麼會有苦 怎麼樣可以面對到這個苦 就像這樣 所以佛法會面對到 那佛所說的裡面 那麼這一些 它一定包含三個成績 就是我們講 佛法的理論 跟宗旨 就是它這一些部分 然後它的修行的方法跟室律 佛法的理論跟宗旨 從佛所說的這邊 然後它一定 這個經 我們把它叫做經 佛所說的後來我們都把它叫做經 又叫做法 其實就是法 佛所說法 佛法 佛所說法 這個法 我們後來把它叫做經 所以都波羅波羅蜜經 解脫的方法 那其實就是佛所說的法 佛所正法 佛所修佛法 我們通常用經來說與它 阿羅安講的也是會叫經 它基本上經 那麼這個經 這個經它多數都有這三個成績 特別是大聖經 那修行的宗旨 就是 就是佛法的宗旨 這是我們來講修行的宗旨 即理論 修行的宗旨跟理論 修行的刺定 其方法 修行的方法跟刺定 它一定有方法 方法中一定有刺定 第一部要做什麼 第二部要做什麼 比如說菩薩道是六度 六度四色 六度的第一度叫做布施 那布施要怎麼樣配合 氣而 氣而無我而布施 不注射身 消滅處而行布施 就講這些 修行的方法和刺定 宗旨旨言論就是 看一三星行六度 為什麼要這樣講 修行的宗旨跟功 我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會得到什麼 會擁有什麼功德 會有什麼作用 可以解脫 可以存活 或是送種種種種種 可以有獻施樂 有蓝色、有旧金律 可以有献花裂牌 可以有旧金裂牌 通常都是这样 如果一道米婆参论来讲 我们讲 现在就是我们才做到米婆的经 然后这个经 他通常一定有这三个 我们通常没有 我们就是送完经就有功能 他一定要依次第 所以你看所有的经 所有的经前面都是如是否 我们把这个讲一下 下来再讲 前面都一项是否 然后中间一项是地听地听善事念知 到讲之前 这个是我从佛那边听来 佛所说的 佛所说的 然后你要仔细听 地听地听善事念知 就是仔细听 而且要听清楚 我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 或是我讲的跟你听的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就不对了 地听地听 而且你要善事念知 善事念知 你不但要听清楚 而且要听领导 想清楚 要想对 然后最后他就开始讲 讲完之后一开始经验诺之家 如是我和 然后 并听并听善事念知 然后开始讲 这整部经的修行 整部经的方法 然后整部经的功德 最后还会跟你讲 最后怎么样 我以后大家 欢喜信授 依教奉献 就是你听到欢喜信授 就是你听你本来 听清楚了 你才会说什么 你才知道怎么做 相信 而且怎么样 受持 欢喜信授 然后依教奉献 去做 做了之后 然后就得到这个功德 你听清楚了 所以你修行的宗旨的理论 听清楚了 你会欢喜信授 那么 修行的方法跟刺听 你明白了 你会依教奉献 你才知道 你才知道 这种经教奉怎么做 怎么做 我们又怎么做 所以后面就是什么 第一天定天上师念知 就是欢喜信授 依教奉献 依教奉献 那依教奉献 你就会得到什么 得到修行的宗旨跟功德 但是他之前会先跟你讲 你这样修 你明白了 这样修之后 你就会得到这样的功德 那你听到欢喜信授 依教奉献之后 你真的照这样做 你就会得到这样的宗旨跟功德 并不是把经送完就有功德 不是哦 所以你要知道 一听就是这样的 第一天一听善事念知 后面就什么呀 欢喜信授 依教奉献 所有的经典都吃在哪 然后依教奉献 那我们都没有 我们都是 听了也很欢喜 但是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你也相信 但是你基本上 你并不是真的是 你真的不是 你不是因为理解而相信 那受持就是把它意识在心里面 你随时知道 随时想到随时知道 然后你依着这个修行的刺定方法 然后直接去做 做完了就得到这样 教授跟你讲 这个水 多好多好多结果 多滋涼 多清涼 你要喝了才有 你不喝没有 你把那个我跟你讲的在附送一遍 也没有 你要食祭而已 这就是印教奉献 那这个我们下午再来说 就是 这个现在在讲佛虫啦 这个波罗不容易 这个大圣的菩萨大会说到 是从佛而来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东西 还有个解释 我们先下课